你 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凝聚的斗气就强到了这个地步 竟然以来如此庞大的能量 这帮犯人的东西 空间封锁 这样一来就没事了 真是要个不绕人省心的脚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用这种办法照顾 什么 族中遭遇大难 我必须回去 等事情解决完毕后 我会回来的 这道防御 足够保护你们在此完成禁忌了 请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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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魂殿 感谢观看 老许 老许 该死 魂殿果然强着重度 刚才那灵魂冲击 恐怕比物物法都强 不过 至少老师还活着 只要还活着 那么便一切都有机会 不过来 不过来 彩琳呢 这是 蛇人做出事了 按他所说 事情解决之后 会再次回来 难道 到现在还未完成 看来蛇人做此次的麻烦不小啊 罢了 这段时间 就让我来守护他吧 正好进接了窦黄 帝尹爵第二世的翻海印 也可以修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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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我 恐怕整个山谷 我也承受不了这一击 先拿采琳的封印试试 翻海地 斗宗的封印都承受不住 果然还是采琳的功法厉害啊 紫妍 是要进阶成功了吗 什么事啊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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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紫园 这家伙还是孩子猩猩 快穿上 怎么回事 看来你虽然进入六间 也还没彻底化解掉 化形草的药力啊 你还笑 都怪你 都怪你 安静点 不然就不给你练制化形单 让你一辈子都是这个模样 该死的化形草 这样也不错呀 多讨人喜欢 这口是心非 你明明最喜欢 刚才那样的体型 贾琳姐说了 你们男人都这样 好了 既然你已经进阶成功 我们就回去吧 这是彩琳姐留下的 她回去解决蛇人族的问题 可能遇到了麻烦 等出去后 我们可以去帮帮她 你先后退 我来打破她 就知道有麻烦 跟我来 我带你出去 差点忘了 你对各种节节免疫 总算出来了 走吧 嗯 你干嘛 一路飞来 似乎有些太安静了 周围没有魔术的气息 不过空气好像有点异味 小心空气中有毒 是那个人放的 不是 这毒气与她相比 简直天差地灭 不过 为何会扩散出这么多 跟我来 快捂住鼻子 好难 来门投降吧 在此城内 一个活口都别想留下 哥哥 别想了 他不过是在玩猫猪耗子的游戏罢了 不可能放过我们的 毒气已经满影上来了 日期等死 不如开了尘门 投影一事搬坑 或许还有一心生计 打开尘门 欺欺投降 你们可真乖 无心漫漫发作 你们就乖乖等死吧 我们已经投降了 你 可恶啊 已经出尔反尔 不跟你们玩了 都解决望去吧 都解决望去吧 不好是甲马帝国的强者 大人饶命 把丹药划到水里 给中毒的人服用 是 多谢盟主 卡格纳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那些家伙 应该是毒师吧 我闭关了一段时间 难怪萧远兄弟不知情 那些毒宗之人 趁着战乱渗透帝国 在我国为非作歹 战乱 没错 如今帝国 被那毒宗连手 金燕宗和木兰谷 搅得天翻地覆 听说 三宗连军 已经濒离黑山药塞城下了 既然如此 那萧嫣也就不多留了 诸位保重 猛兽 小美人 你们凌延城已经被我们攻破 三宗联盟的人早已杀入加码帝国 你还能跑哪儿去 混蛋 等我能伤势恢复 定把你们撕碎 尽快解决掉塔吧 我们深入加码帝国太多了 万一遇到其他强者就麻烦了 看来 要辜负女王陛下的冲托了 要辜负女王陛下的冲托了 你没事吧 你是驾马帝国的人 若不怕是毒药的话 可以试试吃下去 好强的弹药 多谢 我是蛇人族的月妹 这位朋友 金燕宗办事 还望不要插手 小心伤了何计 金燕宗 我正想会会 莲香西域也不分时候 莲香西域也不分时候 莲环棒 斗黄长者 你 不要让他们跑了 逃得掉 派指豆黄大人明讳 越媚统领 你拿到真的忘了当年那个 被你追杀千里的萧嫣吗 我们蛇人对待敌人 永远不死不休 把你的秘密告诉姐姐 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 是你 月魅统领记起来了 你想怎样 放心吧 月魅统领 萧嫣可不是什么小度量之人 萧嫣 阎盟之主 说不上主人 只是整合了帝国内部的势力罢了 果然是你 不过你这盟主可真不负责任 阎盟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一直都未出现 若非我们女王陛下 阎盟早就和加玛帝国一起 被三宗盟军灭了 这段时间我都在闭关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 听说黑山要塞正被三宗包围 那边局势如何了 独宗宗主的实力不输你们陛下 独宗宗主的实力不输你们陛下 他独宗鬼灭 联盟众多强者留守也难抵一耳 金燕宗的宗主燕落天 实力虽不及独宗宗主 但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而木兰谷由三位斗皇巅峰的强者 修炼了一套核战功法 战力堪比独宗 女王陛下跟那位独宗宗主交了几次手 双方各有损伤 但因为金燕宗和木兰谷的存在 女王陛下却不敢闭关养伤 如今黑山要塞 照顾宝夕 什么 彩林姐姐受伤了 小爷 我们赶紧去帮彩林姐姐吧 先带我们去黑山要塞 彩林坚持住 我马上便来 根据情报 这次率兵来的是金燕宗宗主燕洛天 和木兰谷的三大长老 燕洛天是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木兰三郎也堪比斗宗战力 就算那独宗宗主没来 女王陛下 你的伤势还好吧 无碍 这次多亏女王陛下了 我只是为了蛇人族考虑而已 也不知三弟如何了 这闭关都一年了 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这小子 总是在关键时刻玩失踪 倘若三弟能顺利晋级赶来 那以他窦皇的实力 和层出不穷的底牌 我们的局面就会好许多 都一年了 那家伙还没出关吗 再晚些 只怕加马帝国和蛇人族 都将不复存在了 都将不复存在 什么 你 会 会 爹 加玛帝国还真顽强 竟能在三宗联军的攻击下撑过一年 也算在西北域打出名声了 不过可惜 你们注定要一败涂地 燕落天 你不过是个二星斗猪 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 久闻美杜莎女王美艳非凡 果然名不惜传 找死 这女人难道没有受伤 还这么强 本宗可没有与你单打独斗的打算 美杜莎女王 今日便有我们三位和燕宗主 敢与你过过手吗 木兰森老 这些混蛋竟然已多欺手 我们去帮美杜莎 不行 上次交锋 你二人已受伤不清 更何况若是出手 三宗的其他强者 定然会趁虚来攻 到时候就没人能阻拦他们了 若是三弟在就好了 以他的实力拖住一方应该不是问题 那美杜莎女王就有余力解决掉另一方了 美杜莎女王 可别怪我们没风度 若不联手 恐怕无人奈何得了你 联手就联手 何必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女王陛下 我们所图不过加码帝国 与你蛇人族无关 你若是率领蛇人族离开 你当本王是三岁志同 既然如此 那让蛇人族一起消失吧 三位 动手吧 三位 动手 卑鄙 已多欺少还偷袭 女王陛下 你现在受伤不轻了 入了本宗主后宫 可饶你 她不行了 今天我们就让她 陨落在这里吧 我后面就让她 在那里面见到 我后面有点 我下车 我后面有点 走 彩琳 我来晚了 回我加玛帝国 伤我阎盟 你们真是找死 三弟 这家伙终于回来了 少女之事 斗黄气息 突破了 采灵姐姐 女王陛下 你们也来了 你受伤了 是哪些家伙下的手 我去消失他们 你别冲动 小伤而已 赶紧扶下 有把握拦住一个吗 你随便挑个便是 剩下的 如我爱 你就是那个当了一年缩头乌龟的阎盟盟主吧 区区一个窦黄 也敢跟我们叫吧 没想到阎盟之主 却是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难怪这加玛帝国 会沦落到这般下场 看来 肖某今日有义务 为自己挣一下名分呢 子言 你们先回去 你真可以吗 对面的实力 可是堪比两位斗宗啊 放心吧 还没问题的 夜露天交给我 你去拦住木兰的三老头 没问题 三位 对付一个斗黄小子 应该用不了多久 十招内就能解决 到时候 我们便会去帮你 小心他们的三手蛮黄菊 阎盟之主 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若是以往的云蓝宗 或许还会让我们记得 不过这个阎盟 可是还不够这资格 我硝烟能灭了 让你们都忌惮的云蓝宗 自然也是能将你们给灭 天火三旋变 变变琉璃变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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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多多个师弟 怎么他也是斗座 这家伙果然是在逞强 放心吧 那下子还有很多地盘没有施展呢 这三寿蛮荒诀 是将你们三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但每次 只能供正面对敌的那人 施展出斗宗戒备的力量 对吧 小子 没想到这么快 你便能看出点东西 这么说来 当一个人施展这股力量时 其余两人就会露出破绽 那又如何 凭你的速度 还远远无法超越 这力量的传递速度 乌兰三老 你们干什么 快解决你小子 三千雷洞 三千雷洞 三千雷 居然能分身 你们看得出谁是真神吗 这个小子 这是为何我却从未净动的 你各自小心 发现本体便自己调动力量 在我这里 小子 小子上司 不对 这是假的 小心 也是假的 本体在你那里 不好 我一定也是假的 把蹄 放开 好 太好了 本指望三弟能拖住一方斗宗 没想到 他竟然直接给干掉了 是啊 第一次竟然拼着挨上一击 将虎长老瞒了过去 而那两道分身 再成为引诱斗宗力量的诱饵 这心情实在是可怕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难怪女王陛下 那么相信这家伙 这就是你们说的十招内解决他 才几年时间 他就成长到足以跟斗宗抗衡的地步 只剩两位了 不知这三兽蛮荒诀 还能用吗 小子 你不过是一时好运而已 有何好得意的 前前那一击 想必不好受吧 不错 就算少了一人 我们也能将你拿下 肯定嚣张的太早 那就来吧 也就算了一会儿 有何好得意的 也可不把 你够了 我会有등 我会有 有何好血 有何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在疗伤吗 怎么又来了 宗主 你们 让本宗有些失望了 还不是这三个老家伙大意 连一个窦黄结别的小子都对付不了 还被人家破了三寿蛮荒绝 看来 木兰三老的名头 很有水分 燕了我天 你不要太过分 怎么 没有三寿蛮荒绝 你们还敢跟我这般大呼小叫 你 炒够了 你们先回军中 等候我的命令 是 美渡沙交给我来 至于你们所说的那个窦房小子 怎么会是他 难道 他就是魂殿要找的人 独宗主 怎么了 他 交给你 放心吧 我会让他在我手中极为痛快地死去 他便是独宗宗主 你小心点 有把我对付他吗 难 此人独宫极其诡异 拦住他便已是极限 想要打败他 就得拼个两败俱胜 能拦住他也好 木兰三浪也先被我废了 那燕老天 就由我来对付 好 独宗主 记住 我要活的 既然独宗主有这要求 那自然没问题 美渡沙 投降吧 日后 我会给蛇人族一块满意的安居之地 左梦 那本宗 只能将你蛇人族尽数毁灭了 你大可是谁 奇怪 这人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你便是独宗宗主 你又是谁 阎盟盟主 硝烟 让阎盟投降 本宗保证不伤一人 这天独女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 他看上这小子不成 若是投降 怕是无言再见族人 宗主这提议 还是算了吧 你的遗仗 想必就是他吧 既然如此 那我便将他打败了 到时看看你是否还会如此坚持 哼 好大的口气 看来上次那一招 让你懂得收敛点 小子 那神法已经为破解三兽蓝荒泉 你待我将你擒住后 定要好好沿袭一番 一五 一五 哼 想跑 想跑 哼 小子 你的神法 果然是能媲美我经验中的燕天行神吗 若是这神法能为我所有 我定能超越行神斗踪 我定能超越行神斗踪 怎么 不跑了 开山意 火灭 逃狣 最后有端 这小子这么强 小子 本宗定要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划下来 小子 你就这一点实力吗 好得了 好得了 区区洞黄 好了 太老 小子 完了 小云 三弟 小云 叶老天 你敢 去死吧 凤身 怎么会 啊 又来 你去吧 佛怒火莲 放 消炎他和我战斗没敢分神 还好他先前没有实展出这段恐怖的斗技 否则的话 这小子果然厉害 难怪能成为阎盟的盟主 你没事吧 还好 就是消耗有点大 那家伙死了没有 以佛怒火莲现在的威力 弄死斗宗怕是不行 不过重伤是跑不掉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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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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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 遭 遭到位 你先回药塞镇守 我去帮采力 龙宗主 你们三宗联盟的斗宗 已损其二 我奉劝阁下 还是尽快退去吧 小小一仙 你认错人了 不说 你我怎么可能认错 小一仙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 你认识的小一仙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是独宗宗主 天独女 是因为 恶难毒体 无本就是在恶难中而生 生存的意义 也是将恶难扩散出去而已 恶难毒体并非无药可治 你这是在自甘堕落 自甘堕落 如今的我 只要谁一碰我 便会以最痛苦的方式 在我面前死去 你不了解我这些人 所发生的事情 与你分别后 我试图寻找破解恶难 毒体的办法 渐渐的我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徒劳 那些我在意的 珍惜的 保护的一切一切 最终都会因为我 因为我的存在而消散在这世界 我 我 我 就是一个灾心 强灾难 带给身旁之人的灾心 小医仙 那些都过去了 你将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 小医仙 小医仙 我本就是一场灾难 无论做什么都会给人带来恶运 既然如此 这 善良 还能有何用 这 是什么 这 这 这到底是 是毒气 快 我绝不会抛下你 小爷 快 我说过 不管你日后走到哪一步 我都会是你的朋友 我 我 会害死你的 你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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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放手 小 不然就 小 一切 等我了 好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这恶难毒体 并非是无解之恶 你根本用不着如此绝望 臣臣 不要再继续了 你这样 只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 即使你能够阻绝这种剧毒 也不可能彻底破解它 这些命 我已经失望过很多次了 恶难毒体是天生的 要破解它的确很难 但是 我却能帮你彻底控制它 采麟 怎么了 它中了恶难毒体的剧毒 不过是一点毒液 本王在毒发前取走你的性命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真能帮助我 控制住恶难毒体 你真能帮助我 相信我 我能做的 三军撤出加玛帝国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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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能帮我控制住它 没想到 这场战争是因我而起 魂殿竟然对我如此重视 可惜 小一仙也无法找到魂殿护法 不然还能想办法 从魂殿之人口中 避问出老师和父亲的消息 这么晚了她还没来 看来你要白等了 其实你不用跟来也行 小一仙不会对我有什么危险的 谁知道她是真退兵还是假退兵 万一借此相约把你干掉 那加玛帝国可真晚了 你总算来了 三军撤退后 争吵太大 所以耽搁了时间 怎么 三宗不愿意退 金燕宗与木兰谷他们 老早就打着吞并加玛帝国的念头 这次机会 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金燕宗与木兰谷最大的依仗 便是燕落天和木兰三老 只要解决掉这几人 那两宗自然不敢再有进攻加玛帝国的念头 怎么 怕我通风报信 我若想走 凭你还拦不住 那边试试看 好 好了 你们都别冲动 加玛帝国是我们的国家 阎盟是我一手创建的 我不能看着他们毁灭 所以 我必须除掉 对他威胁最大的燕落天和木兰三老 好 反正那两帮家伙 对我也是心怀鬼胎 算不得真正的盟友 你若要动手 我可以不管 算是行 小一线 多谢你了 现在说说 你要如何帮我控制阿难毒体吧 此方法称为毒丹法 即将体内淤积的毒素 净数凝聚承担 通过操控毒丹 以操纵体内毒力 怎么了 方法应该有效 不过条件也太苛刻了 所需七阶天毒蝎龙兽的魔盒 就已经很难了 更别停那三种异火 能得到一种异火 便已是得天毒厚 何况还要三种 至于菩提化体邪 这东西 连听都没听过 三种异火 你不用担心 你有三种异火 难怪你可以与窦宗强者一针高下 可就算有三种异火 另外两种材料想弄到也很难 从比没有希望来得好吧 只要有这东西的消息 我拼尽全力 也会帮你收集到 我回去 也会派人搜寻这方面的情报 你要动手刺杀的时候 就捏碎这枚玉片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 还当我是朋友 当年的话 依然算数 好了 回去吧 没想到你老相识 竟然这么多 哪里都能遇见 当年的朋友而已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走到今天这地步 你确定他信得过吗 若是那天动手 结果被他们反包围 我相信他 希望你没看错人 你明日随我去一趟蛇人族 我们族那几位长老要见见你 啊 见我 他们说有重要之事 找你商讨 找我是有何事 我也不知 不过蛇人族今后 会在加玛帝国繁衍生存 长老们迟早会与你见面 此次能保住加玛帝国和阎某 采林与蛇人族功不可谋 我蛇人族既然与加玛帝国联盟 自是汇报这方土地平安 蛇人族重情义 光是采林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就让我不知该如何回报 本王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不过 你还算够资格当本王的同伴 明天别让长老们久等了 放心吧 我一定来 来 cred 我先拿着她 murderer 在哪里 人当 showed 布 鲁罗 我 那是 怎么是个人类啊 就是此人类 害得我们流离失所 你在院落等我 我一会儿叫你进来 有病 若是再来 我可不会再留守了 那本统领便领教一下 给本王住手 莫发思 你是越来越没规矩 给我推行 萧衍 你进来吧 四个都黄巅峰 还好 蛇人族已与家马帝国联盟 不然 晚辈萧衍 见过四位蛇人族老前辈 萧盟主 我是蛇人族大长老 这三位也都是族中长老 我们今日请萧盟主一叙 只有一事商讨 前辈请说 出云帝国 害我蛇人族 闲歇灭族 还好家马皇室 开口许诺 大战胜利后 将其我族繁衍生存之定 不过据我们了解 加马帝国最具影响力的并非皇室 而是萧盐盟主 盐盟整合了帝国多方势力 我当选盟主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本长老倒要看看 萧盟主有何实力 创建盐盟 掌权帝国 蛇人族已与加马帝国联盟 说是无故动手 恐怕是会伤了彼此何气 采林对我有救命之恩 但不代表 会让其他人随意挑衅 大长老说过 与萧盟有事商讨 这又是违好 真的是运火 果然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完了 如今何人都与加马帝国联盟 不吓唬你这小子了 大长老有事请直说 不必拐弯抹角 此次叫我来 究竟所为何事 此次族长回归 在给族长洗礼之时 族中祭司 用密法在族长体内 探知出两股能量 若不能调和 恐有暴体之危 两股能量 是吞天网的灵魂 和陨落心眼的残留能量 若不能将这能量消除 族长本体和吞天网灵魂 根本无法彻底融合 无法融合 意味着最多不过两年 族长便会暴体而降 如今你想要挽救族长性命 必须用密法 消除陨落心眼的残留能量 再彻底融合族长本体 和吞天网灵魂 密法 蛇人族一直用密法 融合本体与半生灵魂 而密法分为上中下三等 至少中等密法 才能调和族长体内的两种能量 采离 密法的炼制 所需条件极为苛刻 若是要达到中等密法 需要与六品丹药 舍水退骨丹做主要营 不过 中等密法 想要彻底调和这两股能量 成功几率并不高 那是否还有更为稳妥的办法 办法不是没有 但几乎不可能踏踏 若是能以七品丹药天魂溶血丹 来施展上等密法 族长此劫定能脾及抬来 可惜炼制天魂溶血丹 需要炼药师拥有三种异活 以及此炼药师的血脉之力 拥有三种异活的炼药师 整个大陆都不曾出现 我们也不敢奢望 既然如此 就不必强求天魂溶血丹 只要萧炎你能炼制出舍水退骨丹 我至少有五成把握能成功 但是 只有上等密法 才能确保采林你安然无恙 那我还是想办法 在两年内 送来一枚天魂溶血丹 萧盟主此话当真 事关采林生死 萧炎不敢妄言 好 老夫虽不知萧盟主会如何办到 但就冲着萧盟主的承诺 我蛇人族自愿加入阎盟 愿为萧盟主 效全马之力 两年之内 我必将天魂溶血丹送来 有萧盟主这番保证 老夫便放心了 这是天魂溶血丹的胆放 蛇人族不能失去族长 一切就拜托萧盟主了 是啊 拜托萧盟主了 我们一命人安排好博焰 萧盟主就留下来吃个鞭饭吧 前辈不用客气 小蒙盟主上门哪能不给吃饭吃的 我蛇人族的美味佳肴 向来外人也吃不上的 不要见外 走走 前辈真不用客气 踩丁 踩丁 隐落心炎的残留能量 都是我害了蔡林 绝不能让她的身体 再受她伤害 天魂溶血丹 调和体内紊乱的能量 将其融合吸收 还真是个好东西 不过 药力略显霸道 彩林的血脉非凡 应该能承受吧 只是 这七品丹药 哪有那么容易炼制 出炉时还可能引来丹结 烧有不慎 就会丹毁人亡 可没几个高阶炼药师 感冒这个险 不过为了彩林 我就算冒险也要一试 待炼制丹药所需的材料收集好 我便开始炼制这七品丹药 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 直到成功为止 接下来 先把眼前的麻烦事给解决掉吧 防御比想象的森严 看来对方也在防着我们 此次必定危险重重 要不 我同你们一起去 也可助你们一臂之力 戴上彩林已经是毒宗主底线了 海老 家老 如果此行暗杀顺利 你们便不用出现 若是有所变故 就麻烦精盈一二了 实在难以动手的话 切莫强行为之 对爷们和加玛帝国来说 你的安全最重要 你来了 都准备齐全了吧 阎盟的人早已到达指定地点 埋伏了起来 你们全部听命于海拨洞安排 胆敢为套 足归伺候 是 那个毒女 不是给了你一个玉片吗 将它捏碎吧 那个 天魂融血丹 我现在短时间内还炼制不出来 等我炼药术提升一些 就能着手炼制 你放心 两年之内必定成功 是那个毒宗女给的营地地图 上面标注了燕洛天和木兰三老的方位 燕洛天在城中北方 木兰三老在西方 我们需要分头行动 我去对付燕洛天 你去对付木兰三老 不 这件事听我的 你去对付木兰三老 燕洛天 交给我 那你小心点 既然如此 那便静待天黑吧 小美人 你往哪里跑啊 在哪儿呢 燕宗主 我来了 我来了 找不到 找不到 要得真细啊 来啊 这边 抓住你了 讨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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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了 可能看错了 我们分头仔细检查 来 这三手门红卷果然选妙 竟然能逼死疗伤 效果似乎还不错 不愧是木兰国最高深的功法 感觉怎么样 恢复了一些 不过想要痊愈 恐怕得等古内那枚六品丹药送 此地方被森严 必须索战苏绝 没想到那小子竟还有如此手段 真是小看了他 这次我们吃亏在措手不及而已 没错 等古内精锐强员赶到 我们再联合金燕宗 就算独宗不参与了 也要将阎盟杀个血流成河 把甲马帝国彻底踏平 阎王三选遍 在同样的招数下吃亏两次 该说是你们愚蠢 还是我好运 小颜 只要你放过他 我发誓木兰谷 日后绝不再找你加码帝国和阎盟的麻烦 若杀了他 便是与我木兰谷彻底敌对 到时 木兰谷通阎盟会不死不休 是吗 小颜 公父今日定要将你错骨摇晦 哼 有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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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竟然还有三位斗火 算你们两个走运 来得够快的 快 给我抓住他 死活不乱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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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小颜 好 雄碎地拳 尺寸计 游走攻击 给我拖死他 游走 游走 可恶 这样下去 会被他们偷垮的 小子 你死定了 虽然施展夫我怒火烈消火巨大 但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我便成全你们 一 一 一 呀 呀 不? 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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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惡 你那邊搞定了 你先走 我來斷後 接下來就交給我 那兩個老傢伙 我會讓他們付出代價的 我會在前面等你 快 攔住他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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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森兽蛮风角 我们根本不是本王的对手 得尽快恢复斗气 好去接应彩琳 彩琳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还在这 他们追上来了 他的计划成功了 跟上 他们追上来了 你的飞行速度太慢 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吧 大人呢 快 他们走了 现在我们安全了 多亏你了 你没受伤吧 只要那个独女不出手 就没人能伤本王 今晚你有什么收获吗 三寿蛮荒诀 怎么了 可惜只是一卷 没什么用 这个 拿着 你把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我和他果然还是有差距 这功法对十人租更有用 彩琳你收着 那我拿去换一些炼制天魂融血丹的药材吧 刚才我从燕落天身上得来的 算是金燕宗的不传之谜 准确说 这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 用高阶材料 制作出实质性的巨翼 你若修炼成功 好处不小 那种飞行速度 别说你的紫云翼 就是我也追不上 这东西的价值 可比三寿蛮荒诀高多了 彩琳 你拿着 还是你拿着吧 小爷 我要走了 现在强敌已出 驾马帝国暂时没事了 我们蛇人族 也该迁去新的领地 翻眼生息 我得回去 主持大局 我的族人 在召唤我了 那 那你万事小心 放心吧 云山已死 云蓝总不复存在 萧嫣少爷 终于大仇得报 没想到才四年 萧嫣哥哥就达到了 窦黄界别 真让勋儿意外 小姐 要老在云蓝宗之战中 被魂殿之人突然出手 秦走 没想到 魂殿还是动手掳走了药了 灵朗 派人搜寻魂殿所在 当年萧叔叔的事 只怕也是他们动的手脚 是 魂殿 我知道你们想要萧家那块 驼蛇谷地狱 对了 小姐 我听说 族中决定 派人前往加瓦帝国 去萧家搜寻 你没有带回来的那份钥匙 什么 好大的胆子 我 那群老家伙要倒霉了 炼制出几枚师生丹了 已经两枚了 都交给海老保管了 才两枚 算下来 这些帝国最精锐的无品量饰 半个月才能炼制出一枚师生丹 老夫自然会洁尽所得 不过这事 大义王府 何比我更合适 若由他来主持炼制 效率应该能提升一倍多 骨盒的令药术毋庸置疑 他不仅是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更在大陆上有着极高的声望 但进入丹塔的条件极为可可 必须有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推荐才行 如果盟主以日后能助骨盒进入丹塔为条件跟他谈 我相信他会愿意加入丹塔 可以试试 硝烟 你来干什么 刘兄 麻烦通报骨盒大师医生 就说硝烟求见 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看来阎盟如今的势力 果然已经遍布加马帝国啊 萧盟主 有事便说吧 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没有打理 不便陪你闲聊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此次前来 是想请大师加入阎盟丹堂 加入阎盟 算了 我挺喜欢现在这生活 便不去你那阎盟凑热闹了 吵吵闹闹的令人烦躁 你这家伙 不是很想进入丹塔修行吗 如今丹堂的潜力可远比炼药师工会强 你若是加入的话 日后有丹堂推荐 你的愿望 指日可待 你这老家伙 少拿这个诱惑我 你以为除了你们这什么阎盟 我就没有其他路子进入丹堂了吗 若非我自认是加马帝国之人 不想轻易离开故土 凭我的炼药术 多有强悍的炼药组织来招揽 这老头 古河大师 既然你对帝国之外的其他令药师组织并无太大兴趣 为什么不考虑阎盟 有什么需求 但说无妨 我倒是可以加入阎盟丹堂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请说 跟我比试一场炼药术 若你赢 我便加入阎盟 如何 你这家伙 换个条件怎样 以你的辈分 与硝烟比试炼药术 有些欺负人哪 欺负人 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 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小辈了 老家伙 难道你敢将这家伙当成小辈看待 他的炼药术 可不会比你低 这家伙说的倒是实话 萧炎 怎样 与我比试一场 你若赢了 如你所愿 你若输了 以后就别再来打扰我了 既然如此 萧炎奉陪便是 那请吧 老家伙 你说他们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不好说 骨盒能被称为丹王 自有其独到之处 可萧炎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些日子 从他的几次出手炼丹情形看 他应该也有六品炼药师的水平 所以 胜负难料啊 这才几年不见 当初那个小灵药师 居然能和老师比肩了 老师 你们总算出来了 怎么样 谁赢了 我骨盒 从现在开始 就是阎蒙丹堂的人了 欢迎丹王 居然让这家伙占了上风啊 小医生这是发现了魂殿消息 我得立刻去趟初云帝国 不过去之前 骨盒大师 那单逃一事 以后就拜托你了 盟主 放心吧 还有些钥匙 先是赔了 嗯 三爷三爷 这儿 我在这儿 紫妍 你怎么在这里 采灵姐带我来的 不过这几天 她闭关了 我只好一个人玩了 你是来找采灵姐的吗 嗯 我准备去趟初云帝国 过来跟她说一声 不过既然她在闭关 那先不打搅她了 啊 听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萧严 我也要去 此情太过危险 你还是乖乖留在家马帝国 都给我提起精神来 女王陛下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是 大总理 嗯 萧严 你就是萧严吧 没错 正是在下 看眼的实力 仅次于采灵和四位长老 你这小子害得陛下 有性命之威 把我揮一拳打死你 力气不小吗 原来是一个只会躲在小丫头身后的人族 再向前一步 你就准备在床上躺几个月吧 啊 不愧是阎王盟主 还真有些手段 联盟与蛇人组本是盟友 你贸然动手 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 你 血靠喷人 有本事和我打一场 还不是我们对手 你 欺人太甚 王妃杀了你不可 都给我住手 哦 女王殿下 女王殿下 究竟发生了何事 彩灵姐 你终于出关了 你怎么来了 再灵姐 这个坏蛋刚才欺负我 要不是我晋升到窦皇 早被他一拳打死了 你 你胡说 陛下 您说过 您在闭关期间不见外人 而且 他还害得您 闭嘴 萧炎身为盐盟首领 怎可随意与他动手 魁欣 你身为大统领 应该知道我们蛇人组 与盐盟的合作至关重要 本王罚你去蛇窟 面壁思过一个月 是 有事吗 小姨先传了消息 在出云帝国发现魂殿的人 我要马上过去 只是 有点放心不下你 魂殿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现在的身体 经不起任何善事 而且有小姨先相助 不会有问题的 你的实力我自然放心 可是 我不放心地赌你 况且此次 是深入出云帝国 到他的底盘 万一他搞心手脚 我陪你一起去 总比孤身一人好 放心吧 我心得够小一些 算了 既然你相信他就随你吧 免得你怨我小肚鸡肠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 两年内 我必定将丹药送到你手 这次 你就别随我一起去了 我可不幸在锦衣药关头 那毒女会出手保护你 我必须跟着一起去 真哪 你没办法 那你就随我们一起去吧 不过事先说好 你一定不能冒险行事 什么时候 董事 越快越好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将族中事物交代一下 谢谢了 他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 对啊 你可要好好待采灵节哦 那就是毒宗总部 天独城 听说他完全被毒宗控制 是出云帝国 所有毒师心中的圣城 这般深入敌人的老巢 还带着紫言 恐怕只有你这本心的 找到了 放心吧 我若没有失足的把握 也不会带你们来这儿 他那蛮力 即便是窦皇巅峰也能一战 倒是这毒宗 在出云帝国的地位 比阎盟在加玛帝国都要高上许多 你若有他一半狠毒 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 并且血洗其余各势力 那加玛帝国也能彻底是阎盟的天下 这 我还真做不到 小异仙以前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切 都怪恶难毒体 我们傻傻站在这里干什么 进城去吧 不用了 他应该很快就来了 希望来的 不是一堆毒宗强者 看来他对小异仙 还是心存芥蒂 希望以后能慢慢地改观吧 来了 抱歉 刚刚宗内有钥匙伤医 来晚了些 没关系 来了就好 又不是没见过 难不成带个斗篷 就认不出你了 初云帝国太混乱了 路上遇到好几个毒师骚扰 彩琳这是为了减少麻烦 才带上斗篷的 谁让我向他解释了 彩琳 别动 不用你管 真要隐藏行进 凭你也能寻出本王 在这出云帝国 没有我寻得到的人 我找你们来 可不是想看你们吵架的 小医仙 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吗 我回到出云帝国时 那魂殿之人 并又来找过我一次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为什么突然要撤军 白白放过那硝烟 那硝烟麾下强者众多 强功只会让毒宗伤亡惨重 我想另寻个妥善的办法 再对他下手 夫人之人 何必在意那些蝼蚁的生死 魂殿对你的作为 已经很不满了 你最好赶快把他给我抓到 否则 继续惹怒魂殿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我相信你 给谁都清楚 我就是抓住这个机会 追踪那个魂殿之人的行踪 才锁定他的去向 这家伙与一个叫做万仙门的势力 有些瓜葛 他们的实力如何 那魂殿之人的实力 不在我之下 不然的话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 万仙门强者不少 在出云帝国颇有分量 而且宗门内 还有个闭关的老家伙 以前我跟他交手过一次 极其麻烦 早就猜到他另有所图 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们 帮他扫清障碍 美杜莎 你若是把本宗想得如此不堪 大可现在就离去 你那点实力 本宗未必放在眼里 灿灵姐姐 别生气 放心 我若是不相信你 就不会赶来 好 那我们明日 就对万仙门动手吧 明日我倒要瞧瞧 这万仙门有多强啊 你们先随我到天蝎山脉 我们独宗的人马集结在那边 防御万仙门大军 拜见总终 我们抓到一个万仙门的人 从他口中得知 万仙门要对毒宗出手 所以我下令在这天蝎山脉备战 与万仙门已交手一阵子了 双方的伤亡都不小 万仙门 魂殿果然找了帮手 我已召集宗里的长老们 商议攻打万仙门一事 此刻应该都在 属下见过宗主 人呢 此番强攻长老们都有伤在身 现下正在疗伤 还不知宗主请来的这几位朋友 是什么身份 我请来的人自有我的道理 宗主三思啊 我独宗连分冒进 此次除去长老受伤外 更有两名窦王强者不幸云命 且如今这三位朋友不过区区窦黄 对战局恐怕不会有太大影响 无长老今日 似乎意见很多啊 这个无长老 竟敢当面质疑小一些 如此看来 独宗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宗主有所不知 这段时间 每次我们展开轻角行动 万歇门似乎都未捕先知一般 精锐都是预先撤离 没错 但我们的防线 只要哪里稍险薄弱 便会立刻遭到对方大举袭击 造成不小的损失 这种情况 让老夫不得不怀疑 我独宗内 恐怕是有万歇门的奸细 居然有内奸 看来小一先知独宗宗主 挡得不是那么轻松啊 我决定 明天就对万歇门动手 不管有没有内奸 都得防止走楼丰盛 传令下去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能踏出迎门一步 否则 你内奸论处 是 是 前面就是万歇门的老巢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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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宗宗主口气倒是不小 五位多黄 万仙门实力居然如此强劲 看来今日这场大战注定要凶险非诚 蝎碧炎呢 把那老家伙也叫出来吧 不然的话 今日这万仙门 可就要被我独宗吞并了 天独女 才短短一年未见 你倒是越来越嚣张了 我万仙门可不比那些寻常势力 想要吞下我们 就不怕被撑死 而且 歇老可是出云帝国成名已久的强者 你这小辈 想要直接挑战他 还差点资格 是吗 不错 竟能接下本宗一击 看来为了对付我 你们万仙门花了不少心思 但今日 蝎碧炎不出 你们万仙门 难逃刺监 千换夺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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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鼠 宋主 这人想必就是蝎碧银了 看着老家伙的气息 已经达到四星斗宗巅峰了 机缘巧合下 便能突破到五星斗宗 等此劫势力 也该寻找新的义务 来提升实力了 不然每次都要拼尽所有 才能与斗宗强者战斗 年轻人 没想到当初一战过后 你居然还能将 出云帝国那么多势力清理掉 不过这样也好 只要将你收拾掉 这出云帝国 以后就是万歇门的天下了 省去我折腾的时间 那要看你这老家伙 有没有这个能耐 独尊无老 结阵 谢碧炎交给我 是 好 哪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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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内奸不是一个 而是五个 你们 乌鸦 干什么 他们是外线门的硬 扑土 拦住他们 是 走 走得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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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狠的女娃子 若是你万仙门出了叛徒 恐怕你的手段 比我还很十倍 乌鸦 我待你们不保 你们在独宗更是位高权重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背叛我 我们本就是万仙门的人 何来背叛之说 所以昨夜那蜈蚣就是你放的 原来是你 小子 万仙门与独宗之间的争斗 你还没有资格趁我 奉劝你不要赢我我烧身 如今独宗只剩四位斗火 万仙门加上攀变的三人 却有八位 上次匆匆交手胜负未分 今日便让老夫试一下 你这小辈究竟有何资格 承罚猪云帝国 那便来事 你们小心点 你 你 吐 离略 离略 杀 杀 上 彩霖 你紧来别输手 子言 一起上 来了 来 下一个 小子 老夫的劝诫点不清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找死了 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 那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 不过是一心斗亡 刚才若不是独宗宗主相助 你真当自己能接住我们五人合击吗 天火三全变 这小子应该是用密法提升了实力 我们托他一阵子 你托我上来 再与他心灵不斥 伐其风 难怪会被天奴隶称而压阵 果然不是用手 你托他 到你了 那是 不能再拖了 我 给你了 你 你 准备 你 这个 不能够 在 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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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主救我 残影 住手 别混蛋 怪邪门与你不死不休 抱歉 邪山门就说完了点 小子 我总报上名来 我要做无名鼠辈的勾当 管辈言消 邪山门主如此看重 那便牢自在心吧